現在是觀塘協和街新腸法入面 正在吃的餐廳 這單是最新的成交 大家好 現在是2017年10月26日 星期四 下午1時左右 我1、2、3、4、5都沒什麼朋友 我通常都不約人吃飯 不約人喝東西 從早到晚都知道去哪裏 有時無故觀塘走到上水 現在就在觀塘這裡找我很容易 就是哪裏有店舖成交 那天通常我就在那裏出現 就是這裏 今天報紙都要看報道 就是星島都報道 就是協和街123號 這個叫做新腸法粉麵茶餐廳 現在站在協和街的店舖 這裏是人庫大廈地下B店舖的 我稍微讀資料給你看看 面積大約700呎 易手價計時5萬多呎 開了很多年 47年間升值了389倍 因為1970年的時候 是用10萬元買進來 報紙報紙讀給你聽 買家就是資深投資者馮國寶 持貨47年的時候 升了300多倍 在這個位置 轉個月給你看看 我自己在觀塘長大 住了很多年在粵華街 這個就是這個協和街 人來又沒有理由 早到晚都很多人 很地區性 但是始終一個好 那裏就是觀塘愚民方向 一大大重建的時候 都會帶起這裏 我不知道那裏重建了 會不會流失了一些人 在那裏消費 但是始終這裏 都會有很多屋邨 屋邨居民 都會走這裏 再轉個圈給你看看 這裏就是粵華街公園 從小到大 這個就是玩足音玩大 然後我就在粵華街 一段時間 我就在神聖樓 那裏就出世了 那裏就回到那裏 轉左就是粹和街 那裏就是很安靜的 那裏就是 這裏就是 這個新長髮粉麵餐廳 看看圖籍 你看到圖籍和位置圖 圖籍後你看到門坡 是半間的 半間的餐廳 不是整間餐廳 半間的時候大概14至15尺 左右 心就大概30尺 比較輕鬆一點 那個的租針我沒有在裏 但是總之半間的時候 就買了3900萬 即是OK啦 位置圖的時候你看到的 那那個 如果要我給我分數 這個位置 始終觀塘很貴 觀塘的店舖很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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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三四千萬樓下 在觀塘買一間店舖 你就一定要走到什麼 宜安街行安街那裏 但那裏已經剩下很多 那去到街市位的時候 瑞和街 有些人不一定 完全喜歡街市 豬肉檔魚檔 那裏就比較好一點 去到麥華街的時候 間間分分鐘八九千萬成億 那這裏我形容 這個位置OK啦 不是很大間 叫做半間 但這間店舖做了十幾年 所以要我給我分數的時候 如果五分一的市價 十分超便宜 一分騙案的話 我也覺得挺漂亮的 我形容這個位置 一個六七分的位置 一個六七分的位置 也好恭喜買家 恭喜買家 買到一個心頭 觀塘找報號 好懶 尤其是這一段的時候 特別特別貴 算是好東西來的 穩定租金收入回報的時候 一定會做得到好的